亦又为木匠砍了一树,把它做了三个木桶,一个装粪,就叫粪桶,众人躲着,一个装水,就叫水桶,众人用着,一个装酒,就叫酒桶,众人品着,桶是一样的,阴装的东西不同命运也就不同,人生亦如此,有什么样的观念,就有什么样的人生,有什么样的想法,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 二,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人买彩票中了一百万,大部分人会蠢蠢欲动跑去买,觉得,说不定我也有机会中奖,觉得这么幸运的事,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,但如果你在报纸上看到一起车祸,五十个人只有两个人买了保险,哥赔了二百万,你会觉得这两个人没买错,但你不会立马去买保险, 觉得这么倒霉的是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,这两件事反映了人性的两种心理,贪婪和侥幸,三郎行千里吃肉,马行千里吃草,活于你流而上,死于随波逐流,有这么一句话我非常欣赏,整得很累吗? 累就对了,舒服是留给此人的,苦,才是人生,累,才是工作,贱,才是命运,忍,才是历练,容,才是智慧,静,才是修养,舍,才是得到,做,才是拥有,如果,感到此时的自己很辛苦,告诉自己,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,坚持住,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 四,拉面说,想成功,得有人拉一把,叫做说,脸皮不能太薄,窝头说,还是留个心也好,豆腐说,关键阶段,需要点话,肖说,打红制日,便是大杯之时 啤酒说,别急,总有让你冒套的时候,面包说,苗小时,比较充实,伟大后,觉得空虚,油条说,不受煎熬,不会成熟,总受煎熬,会成为老油条 这就是人生,成功的路上离不开贵人的帮助,凝视的指点,朋友的理解,怨人的刺激,亲人的支持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